七個頁面做完畢之後的話,接下來就剪剪貼貼 那剪貼的部分在data裡面 這邊有data,data裡面有儲持一直到明清小說的內容 所以呢我剛剛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標題先給它古文之美,標題的話順便把它複製一下 上面也叫標題也叫古文之美好了 好,那上面第一個home就是古文之美 那底下就把那個儲持一直到明清小說先複製過來對不對 或者你重新key也可以,那底下的話就儲持的內容 漢複,漢複內容一直到明清小說 我想這個應該都還蠻容易的 就是剪貼嘛複製 好,那頁面內容放上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做超連結 那超連結方式我們有講過了 上禮拜就是第一個先怎麼樣把這些選起來 把它怎麼樣按右鍵清單裡面可以講項目清單 或者你選下面這邊有個項目清單也可以 對不對,第一個步驟 那項目清單有了之後的話呢 再分別在這邊加什麼?加超連結 連結的方式就是頸什麼?頸page 這個我想跟前面一樣 那分別把這個頸page加上去 page1到6分別把它加上去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有超連結了 page1 那聰明一點的辦法是Ctrl C一下 然後再來就把這邊 把這邊唐詩分別就Ctrl V貼上2 那以此類推我們可以這邊加到6 那加上去之後的話呢 當然它預設是超連結的方式 這個跟網頁很像 可是手機上面的話 手機上面不太容易點擊 所以除非你把字放大 可是字放大又變得不是很漂亮 所以通常我們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list view 變成一個list view 那變list view的部分的話 我們ok 好這樣的話做完畢之後 應該就可以連結到底下了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空瀏覽器上面預覽一下 把它儲存一下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個最後 可以把它縮小一下 類似說小像一隻手機一樣 然後這樣就可以儲吃 切過來就可以儲吃 然後堂詩 那我們還需要 因為之前我們講過就是說 連結過來 要個back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各位自己再做一下 另外底下的部分的話 要把它做成list view list view做法特別注意 選取它 標籤對不對 這個地方 找到這個JQ Mobile 裡面的什麼呢 叫Data Raw 第一個先選取 那我也建議各位可以比對一下 如果將來各位熟悉之後 盡量可以觀看一下 了解一下是什麼 HTML的變化 因為很多關鍵就是因為 你不知道HTML的變化 你就沒辦法去找到錯誤在哪裡 因為實際上它只是加一個簡單的東西上去 加在哪裡 如果你加錯位置 它也不會正確顯示 所以建議各位 了解一下 UL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項目符號 LI就是項目符號裡面的東西 有沒有這邊都有標籤 它一定是成對的 OK 然後呢 我把它選取之後的話 Data Raw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list view 有沒有 然後再按一個什麼 Save一下 Ctrl加S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有什麼變化呢 基本上 如果你做錯的原因 應該看這個地方就知道了 它一定是在哪裡呢 UL的後方加上一個Data Raw 等於list view 才會造成我們要的效果 所以你加錯位置 也不會有些同學 加在那個框框上面 結果一定是錯 我們來試一下 預覽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就做出來了 有沒有 清單就做出來了 那如果你要把它做成什麼 做成上面有個導覽 有沒有 就是像我們之前導覽的話 那也是一樣怎麼樣呢 先游標放這裡 其實你可以回頭看那個圖 那第二個做什麼呢 插入版面的那個DIV 有沒有 然後DIV上面再按確定 裡面就會有這個 它要新增的東西 那我們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把它複製一下 那複製的時候呢 它會把裡面的清單 放在上面 但是特別注意 我們不需要增加一個list view 其實會 加上去之後的話呢 它會自動幫我把list view 加上去 對不對 那我想要把這個list view 拿掉 不然的話你將來那個 那個導覽 尋覽列上面會怪怪的 會多那個好像有個箭頭在 所以怎麼辦呢 要把它移除 那移除你可以從這邊移除 或者從哪邊移除 這邊也可以移除啊 如果你以後習慣 就直接在這邊移除啊 UL後面把這個移除 那list view的效果就不會做出來了 所以把它移除掉 或者是直接從旁邊這邊把它點掉也可以 然後再點這邊一下 好 那其實它的狀態上面就不會顯示那個list view 再來的話呢 在框框上面 增加一個導覽 那導覽的話就是data rule裡面呢 增加什麼呢 Netbar 那這個地方的話 那Netbar你可以看到它又增加什麼 觀察一下 基本上這個Netbar一定是在DIV的後面 增加一個什麼 Data rule等於Net 這個Netbar 所以如果說你錯喔 看原始碼最準 不應該加的就不能加 加了一定錯嘛 所以這個有時候是你 你只要習慣這種模式的話 你很快就知道說 你自己到底做錯在哪裡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要需要一點時間 那盡量也要把這個稍微記下來 你就很快就可以熟悉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Save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上面就會有個Netbar 但是因為它的寬度的關係 所以它會往下跑 有沒有 跑出來的話類似像這樣子 也會有這個六個 所以會跑六個出來 不過這個感覺如果不是很漂亮的話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修改 那這個時候點擊它的話 也是一樣可以 也是一樣可以再跳頁 跳頁這部分應該是沒問題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在這個地方先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嗯 這個這個上面加尋覽列 底下也是第四view 然後最後並且把什麼呢 把這個圖怎麼樣呢 放到裡面來 那圖放到裡面來的話 我按一個Enter 那特別注意喔 Enter之後我要放圖過來對不對 那請你把項目符號給點掉 點掉之後的話呢 它才會跑到下面 很多同學奇怪為什麼還會多一個項目清單 就是因為忘了把它點掉 特別注意喔 在底下要增加的話記得按Enter 把項目符號取消 那旁邊這邊就有個P啦 P是段落 再把那個我們的那個圖 就是Man這個把它放過來 好按確定 那古文之美的圖就放進來了 那如果太大太小的話 再自己再說放一下 那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